同样是最新现场 一名街友因为当职业人头吃上了官司 法官裁定他限制住居在平常骑身的骑楼下 这让检方大呼不可思议 那么检方原本是申请羁押的 而今天一早呢 记者前往骑楼这边去看 果然发现这个街友就躺在那儿呼呼大睡 到底目前现场的详细情形如何 联系记者徐玉玲 而主播给观众被法官裁定限制住居的 就是这一名无姓街友 透过画面呢您可以看到 他以台中市的光复路40号这边的骑楼为家 已经长达两年了 那么身边呢还带着收音机和包包棉被 全部都是他的家当 不过最近呢却因为当人头被法官裁定 限制住居在人行道成了司法的首例 我们来听一下无姓街友的说法 什么人 我现在是老龙儿 老龙儿 还是有给你钱 你啊 收去而已 收去多少 八百美 一天八百 一星期啊 一星期啦 一星期八百 对啊 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起将被告限制住居在街头的司法首例 起因是台北地检署在侦办一起逃漏税的案件 发现了这一名51岁的无姓街友 在95年间被绰号阿易以及阿德两名男子 被找来充当两家纸上公司的负责人 那么这两家公司呢不到半年就已经开立了 三亿五千多万的不时发票 还协助20多家公司逃漏税将近一千八百万元 另外呢无姓街友还共称哦 他是以每个礼拜八百元的代价替这两名男子来做事 不过检方呢对于这项裁定很不能认同 因为呢限制住居在人行道是司法首例 已经在昨天提出了抗告 以上在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给朋友主播